《非常战争的碰览》 当然 可是本来想最后一个小时 剪剪漏 结果人家直接都已经闭管了 我来的时候已经大批的车 已经都戳回去了 已经不能再看了 草草的看了路边的这几款 看这些车无非是在已经量产的这些车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装潢 加了一些五金件 就感觉是后来搭载的 虽然说你自己如果去改装的话可能违法 但是他们通过这些汽车厂来改装的话 就可以拿到商费的时刻 但是我心目当中的房车其实是有它的模型的 这种脱挂式的很多人觉得还是OK的 因为你可以开着你的车 然后拖着这个抖 我觉得这个连接性也可能有点安全上的顾虑 虽然它肯定是出厂了就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要倒车的话 或者走一些比较危险的路的话 这个抖就不太适合了 可能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 因为有小孩子你也不会去比较危险的地方 曾经有一档汽车节目问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心目当中的车是怎样的 你会买什么样的车 我就回答他 我用五十万买一辆房车 然后再用五十万去养它 我促使完 因为你看就像有些报道 疫情来了 很多消费需求促使了房车的销量 然后我心目当中的房车的模型是 它的基础架构是一辆皮卡 然后在皮卡的基础上 上面再拖一个壳 好像我今天在这次展览里面 在外面没有看到这种房车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实用的 因为你的壳可以在营地 或者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拖下来 然后你可以开到你的皮卡出去 当然皮卡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国内很多城市是没办法去行驶的 所以关于皮卡 我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包括你在皮卡上去改装 这种拖的这个斗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汽车改装上 我们也还得等 关于房车 我还真的是做过一点点小的研究 我们首先说一下土豪款 土豪款就是这种 豪华的大巴士 这个巴士上面就可以 改装成一个大平成 你可以把你们家里所有的家居 起居室 客厅 厨房 厨位 厕所 甚至你可以把浴缸也搬上去 然后在这个豪华的基础上 还有一种是这种 今天在展规上也看到了 这种豪华型的越野房车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MM品牌MAN 我们再来讲第二种就是常见的 我们对房车的理解就是这种C型房车 C型房车是可以挂蓝牌照 尽量挂蓝牌照 你的C1 C2的驾照就可以去开 在车头上有一个拱起 有大的拱起就叫大鹅房车 小的拱起就是小鹅房车 这个就是C型房车 这个拱起的地方就是一个卧室 可以睡人的 然后中间四个座位就可以 平时你趁着的时候坐 晚上睡觉的时候翻倒也可以变成一张床 厨房一般就在一进门的地方 后面还有厕所或者是淋浴间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有一种房车是根据商务车来改装的 就是普通的你们看到这种商务车 它把里面的中间两排座位坐得更加的舒适 是个大沙发 晚上躺平了就可以当成一张床 但是这种商务车基本上是没有厕所没有厨房 只是会让你在旅途上的这个过程比较舒适 房车都是靠房车营地的 厕所做饭的地方包括淋浴间 其实在房车营地都能解决 现在的房车看起来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装修行业 只不过它把它的装修的空间 从你的居住的住宅搬到了车上 所以装修都好坏 这里面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它的溢价率 早期的房车基本上还是噱头大于实用 很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来推动 这种文化还是舶来品 首先是我们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你游了好的环境 大家才会激发去开这些房车或者别的形式的旅游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居住在城市 我们作为上班一族 其实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去买一辆房车的需求很低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需要上班的 然后双休日再去开着房车出去玩 我觉得这个需求其实不大 如果你平时开着房车去上下班 这普通的自驾游在双休日就已经暴露出它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 城市周边可以去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多 或者说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而且就会扎堆的去一些网上说的那些网红地 你看国庆长假 五一长假 其实我都很少会出远门 我都是利用中间的时间 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 好的环境是驱使我们出去玩的动力 但是你一去这个地方又是人漫为患 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 所以说房车这个东西应用环境到底是怎样的 目前其实还并不是那么的明朗 对于我来说我工作了五天 然后双休日还要去开着房车 比如说这种搓挂式的房车 你可能都要去把它给连接起来 然后你要自己做饭 当然做饭不是问题 你要整理你的房车 其实想想自己家里都没有整理好 你又多了一个需要打扫的空间 还蛮累的 在风景比较好的地区 有这些房车的租赁 我觉得我还是会去考虑的 但是价格别太贵 如果你的每天的价格已经高于住酒店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那还不去住酒店呢 只不过说你可以在外面去住宿 但是现在这种帐篷和户外设备 包括我自己的车里也是可以放这些装备的 也不能老是说人家坏话吧 反正祝中国的房车事业能够如口如荼吧 这些房车厂都能赚到钱 我们消费者也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体验到这种惬意的生活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